這一小節則是綜合了我們之前講的限制式跟目標 把它列出來一個叫混合線性整數最佳化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目標 我們希望最小化我們的這個葉子的預測的錯誤 拿出上這個基準的錯誤 加上這個樹的複雜度 所以我們要使它最小化 那為什麼要這一項我們前面講過 就避免說我們的樹給它弄得很深 但是你的這個結構就會比較大一點 那有可能產生overfit的問題 所以這個是希望在準確度跟overfit之間 用這個所謂的複雜度之間來取得一個平衡 然後它的限制式就是我們前面講過的 這個怎麼去轉化成這樣的一個限制式 我們剛才前面花很多時間解釋 那這個唯一要講的是說這個地方是什麼呢 這一些是一個01的變數 這也是一個01的變數 但是各位特別注意到 這個dt是01的變數 然後呢b是 所以b是在這個範圍 如果說d如果是1 所以bt呢就是一個0跟1之間的區間 所以叫混合 混合的意思就是說呢 有的時候呢是整數 有的時候呢是時數 好 那你可以注意到呢 這個是線性線性 每一個都是線性的 所以呢 這個為什麼它要維持一個線性的結構呢 因為呢你放鬆的問題 所謂的放鬆呢就是你不要考慮呢 這個整數你把這個每一個視為區間 然後得到呢的問題呢成為放鬆 那如果你放鬆或是鬆弛的這個方法的問題呢 是一個線性問題的話 那麼呢非常重要的 這種線性最佳化呢 是多項式時間的演算法 好 那我們在前面有講過 這個所謂的整數規劃的演算法的概念呢 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步驟呢 用線性規劃的方式 這個在前面有講過 好